中国航空科技集团5月508所正在研究一项飞科技,最近,该所开展了国内首次新型冲气室载入减速技术飞行演示验证试验,验证了此项技术的工作原理,工作程序和多项关键技术。 这次试验的飞行器成飞碟状,周身被厚厚的气囊包裹,508所称,RDT技术基于空间充气展开结构的设计理念,继承了在入减速过程中的热防护,气动减速,着陆缓冲,水上漂浮等功能,能够实现好天气的承载,减速,放热一体化设计,使其不再需要放热大底,降落散,缓冲气囊等附属设备, 火星大气叫维希伯,能为航天气着陆前减速提供的阻力有限,航之号介绍,目前所有的火星着陆器,都是采用刚性减速器和盘风带降落散方案完成减速,2012年登陆火星的号旗号火星车,是至今最重的火星着陆器,重约0.96多,几乎已达到该方案所能承受重量的极限,而未来在原火星飞船重量,可能超过20%, 必须寻求更为有效的减速方案,为此,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安排了低密度超声速减速器技术验证任务,该技术由超声速冲气式气动减速器,和巨型超声速环外降落散组成, 其中,减速器部署在叠形着陆器的外源,受运在火箭整流着尺寸限制,它约本正收拢状态,但是当着陆器以大约3.5倍音速下降时,它会迅速充气,增大阻力面积,将下降速度降至2倍音速左右,达到降落散安全展开条件, 巨型降落散重100公斤,直径33米,面积几乎是好奇号所用盘分改降落散的2倍,而且开散冲机在喝响,稳定性更好,它能帮助着陆器减速质押音速,LDSB的一些专家预为能够颠覆规则的技术, 美国组织亚理工学院专家布莱恩认为,该技术能使人类将十倍于靠旗号重量的三合,送到火星表面,2014年到2015年,LDSB三次开展LDSB高空试验,试验减速器理论上,可将火星表面软着陆质量,提高至2.7吨,但都因降落散问题而失败,不过,这些试验人获取了大量中量数据, 总体上证明了LDSB技术的价值,庞智浩表示,未来随着该技术的发展,配合由四五个降落散组成的多散系统,并望是火星表面软着陆重量提高到15吨,此外,该技术还能减少着陆器系动减速到飞行距离,提高着陆精度,并也望实现高海拔地区着陆,增加火星的和探测区域, 对比中美两国的相关技术,虽然名称不同,但原理上颇有相似之处,据508所介绍, IRDT技术可应用于空间炸机科学试验卫星试验品和换物的快速下行,返回,此外,508所表示, 该技术电能类深空拍测器安全着陆提供帮助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